刚才呢在讲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 涉及到了几个概念 那一个呢叫做文件描述符 还有啊就是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 好那下面呢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虚拟地址空间啊 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呢就涉及到了用户内核区和用户区 就是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 虚拟地址空间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呢你这个另一项每运行一个应用程序 就是可执行的把它运行起来之后 这个程序呢 我们后边就把这个程序称之为进程了 那么这个程序呢它就会对应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这个地址空间有多么大呢 0到有4个G 但是这个4个G啊是对于32位的操作系统来说的 如果是64位就远远不止4个G了 那比如32位为什么是4G呢 2的32次方 那么如果是64位的呢 2的64次方 那么这个数值啊是相当大了 反正说我们在画的时候 咱们就拿32位的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行了 那么现在你就有疑惑了 你说哎呦我靠这玩意儿 我的电脑内存有这么大吗 对吧 哎你看一下什么叫虚拟地址啊 你知道电脑上什么叫虚拟内存吗 什么叫虚拟内存啊 虚拟内存就是说当咱们的电脑 对电脑空间不够用的时候 它会从硬盘上哎 翻出一段空间来 帮助我们做数据交换 是吧哎 比如说临时呢充当一下内存 那么这个虚拟地址空间呢 也是一样的 它并不是我们物理内存上面的空间 一定要注意啊 虚拟地址空间并不是物理内存上面的空间 它是哪呢 它是磁盘上的 那磁盘上你现在你就说了 那我也没见我磁盘上一下少四个G啊 啊 它是理论值 四个G啊是理论值 并不是说你一下 执行一个成绩就少四个G 那就 太扯了啊 啊什么意思呢 哎就说 我这个程序啊 比如说咱们这个程序里边 有一些源代码 那么这个源代码呢 它呢 有四兆 有四兆 那么说 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虽然最大是四个G 但实际上占用了我们磁盘上的多大啊 四兆啊 四兆 说最大你可以占用四个G 但是一般的程序 它根本就到不了四个G吧 对不对 哎 这你得理解啊 好 那就是说 0到4G呢 就知道了 它只是一个理论值 而且这个虚拟地址空间呢 它是在我们的磁盘上 它磁盘上啊 并不是在物理内存上面啊 那么这个每个程序 启动起来之后 对应一块虚拟地址空间 虚拟地址空间呢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内核区 一部分是用户区 内核区呢 占一个G啊 就是3G到4G 就是高地址啊 这个3G到4G是内核区 内核区里边呢 啊 就是内核 在运行 这个程序啊 运行的时候 内核需要的一些内存空间 那么里边有什么呢 比如内存管理 进程管理啊 什么设备驱动啊 啊 我们整个的文件系统啊 哎 这都是内核啊 还需要处理的一些事情啊 当然我们不需要去深究 那你知道一句话就行了 就是说我们普通用户 对内核呢 是没有访问权限的 就是你不能对他进行读操作 也不能做写操作 你们说哎 我写不了 我读读行吗 你也读不了 不能做读操作 也不能做写操作啊 内核呢 是完全受保护的 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呢 是隔离的 啊 那么这是内核 那么下边这0到3G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区啊 用户区 那么这个用户区里边都有什么呢 哎 其实这里边就包括咱们之前讲的 什么内存四驱图 对吧 内存四驱图咱们讲什么啊 是有堆啊 是不是站呢 还有什么呀 代码区 代码区就是代码段 就是这个代码段 还有什么呢 全局数据区是吧 全局数据区 那么就是这段 啊 就是这个啊 那咱们来系统的来看一下 这样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有一个可定程序 A.out 啊 那么这个A.out 运行起来之后 你就点杠A.out 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 啊 在咱们磁盘上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地址空间了 啊 就每一个进程啊 就每一个程序 都有一个独立的地址空间 这个你得知道啊 都是独立的 每个进程 每个进程之间呢 他们都不会冲突啊 地址空间呢 都是唯一的 A.out 有了之后 程序启动起来之后 你看 下面呢 是代码段 那代码段 是说你这个程序 一运行 谁去处理啊 谁去处理你这个程序啊 是不是CPU啊 对吧 那么CPU 那么CPU的肯定他会去读代码 去哪读代码啊 是代码区啊 因为你这个代码区里边不是有闷函数吗 对吧 从闷函数 他这个入口去读代码 他读这些代码的时候呢 哎 就是说 发现了你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变量 局部的 是不是在占了 是不是 那又读着读着呢 哎 你mine lock的一块内存 或者拗了一块内存 是不是在堆啊 啊 就是堆空间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咱们在程序运行的时候 他加载了一个动态库 动态库 我说啊 上午说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什么时候加载啊 我们调用动态库里边 函数的时候才会被加载吧 就你程序启动的时候 他并不会加载 就是这个代码在运行过程中 哎 突然呢 还调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对应一个动态库 啊 那么呢 他就会把这个动态库啊 加载到这个位置 把动态库呢 加载到这个位置 那么进来之后呢 做一些处理 啊 那么还有 比如说我们在程序运行中 发现了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全局变量呢 他就会做一个判断 看这个全局变量是被初始化了 还是没有被初始化 好 那么这个全局变量 如果被初始化了 他就会放到这个data段 没有被初始化呢 就是放在bss段 好 那么什么叫被初始化了 什么叫没有被初始化呢 全局变量 目前等于几 零吧 也就是说他不等于零 他就是被初始化了 等于零 就是没有被初始化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我定义了一个变量啊 全局变量 让他等于零 全局变量 int a int a in a 我复制为零 我现在问他是初始化的 还是没有被初始化的 你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放在了这个data段位 对吧 那么说这个data段放的都是不等于零的 你说他会放到这儿吗 啊 就是什么呢 如果全局变量等于零 他就放到这个哪呢 bss段 如果他不等于零 他放到哪啊 data段 啊 你不要说我这不是复制为零了吗 你不复制他也是零啊 是吧 你全局变量 你不复制默认他就等于零了 啊 但是像这些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 静态数据区了 对吧 静态数据区啊 咱们就没有画了 因为他其实都是在 咱们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 啊 那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呢 你看啊 命令行参数 这个命令行参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我来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面函数 是不是有一个 ardv啊 ardv咱们刚才讲tdb的时候说了 你可以命令行传参 那如果你命令行传参之后 这些数据会存到哪呢 啊 存到这个位置 那么另外 还有啊 这个程序a.2的启动起来之后呢 他会把 这个环境变量 信息呢 也放到这个地址空间里边 环境变量信息都有什么呢 env 你看 你在 咱们终端里边 敲env命令 什么玩意啊 好 你挑env命令 是不是看到很多的环境变量啊 对吧 就是说 你挑这个env 你看到的这些环境变量 都会放到哪呢 都会放到这个环境变量 这个小的位置上 都会放到这儿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个 去地址空间里边 他所 我们就说 经常会见到的一些地址块 啊 就比如说 咱们 在讲那个动态库架的失败的时候 是不是说 他还有有一个什么 DTRPathdoor 是吧 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在找的时候 是不是 我看这个 是不是这个文档啊 找的时候 这个DTRPathdoor 是不是他说找不到啊 那么这个DTRPathdoor在哪呢 其实呢 就在这个地址空间里边 只不过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区域 咱们没有把它画出来 就是全部都在这个里边 全部都在这个里边啊 就是地址空间 那么在这个地址空间里边呢 还有一个占空间 那么占空间向下 咱们之前讲 讲基础的时候 是不是说 为什么向下呢 向下生长 这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说占空间 是向下生长呢 就是说 你定义了 一个代码里边 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那么你局部变量 是不是他需要 分配一块占空间呢 占空间分配的时候 他是这么大 但是实际分配的 他是从哪 高地址位开始分配的吧 是不是啊 他切的时候呢 是从高地址位切的 咱们是不是这样讲的 这是他的一个生长方向 生长方向就是说 我在这个取占内存的时候 怎么取呢 是从上往下去 从高地址位到低地址位去取 那么这个对空间的取呢 比如说你麦lock一块内存 或者你拥了一块内存 他取的时候怎么取的呢 就是从下往上生长 就是从这个低地址位呢 往高地址位去 去这个分配内存 假如说你需要10兆 那么在这呢 分配了10兆 我再用20兆 那么还是从低地址位 往上数 数20兆 再给你切块内存 给到你 好 这个箭头啊 就是对应的是 他们的一个生长的方向 你也把它搞清楚啊 那么下边呢 还有一块地方 就是受保护的0到4K 就是这个0到4K呢 是不允许被占用的 那咱们在给指针复值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让这个指针复初始化 然后等于no 是吧 其实no指向的就是这个地址 就是这个位置啊 no 那怎么定义的 就是y的0吧 y的0就是你的0地址吧 对吧 我们通常所说的0地址 其实就是咱们图里边 画的这个地 这个位置 啊 就是0地址 啊 那这就是关于 这个虚拟地址空间 啊 里边的一些东西啊 那说现在有可能你有一贯说 难道我这个程序启动起来之后 他这些数据处理 都是在虚拟地址空间里边 也就是都是在磁盘里边来处理的吗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啊 就是说 程序引起来之后 首先呢 他会创建这样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就每个程序啊 启动起来之后 都有一块虚拟地址空间 那么实际上 他在处理的时候 是在 物理内存里边处理的 右边啊 这就是物理内存 那物理内存 因为你像你在读代码的时候 是不是CPU去处理啊 对吧 CPU里边呢 有一个叫做 MMU的 这样一个东西啊 啊 就是内存处理单元 啊 内存处理单元 内存M啊 就是memory吧 Manager U2啊 就内存管理单元 这个内存管理单元 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虚拟地址空间里边的数据映射到物理内存上 然后在物理内存上去做数据处理 现在明白了吧 能不能明白 比如说 咱们在做这个 你的程序启动起来之后啊 虽然好多处 好多的运算都是在物理内存上面做的 但是 这个程序启动起来之后 他还有一步 就是什么呢 他会对应的创建一个虚拟的地址空间 啊 虚拟地址空间 那你处理的时候呢 那么一个CPU里边 MMU会把你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的数据呢 映射到物理内存 然后再做数据处理 啊 这复杂 咱们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个东西啊 那MMU你要研究他的工作原理 那就复杂了去了啊 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研究它 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原理就可以了 啊 就是虚拟地址空间